Magic Box 照亮點 哈囉 我是Casey 說到要跟外國人介紹台灣 你第一個會想到什麼呢? 今天來看看該怎麼用英文來介紹 我們自己的國家或者是城市 有哪些實用之型吧 像是你可以帶外國人去你最愛的地方 並把這些地方推薦給他們 舉例來說 花蓮是我在台灣最愛的地方之一 花蓮 is one of my favorite places in Taiwan Why don't we go there? 花蓮 is one of my favorite places in Taiwan Why don't we go there? 去看看吧 這邊當然呢 你也可以帶入其他任何你想要介紹的地方 換句話說呢 我們也可以說 饒河 night market is one of my favorite night markets in Taipei 然後河是我在台北最喜歡的夜市之一 再來呢如果我想要深入介紹 像剛剛舉例的花蓮 那我也可以說 花蓮以漂亮的海景文明 這用英文該怎麼說呢? 你就可以說 花蓮 is famous for its beautiful ocean view 花蓮 is famous for its beautiful ocean view 這邊呢 be famous for 就有著某個東西或是地方 是以後面的特色為人所知這樣的意思 這邊呢額外補充另一個常常會混淆的片語 剛剛說的be famous for 後面是加上某一個特色 表示以什麼什麼為人所知 但偶爾你可能也會看到be famous as 的用法 這邊的s後面呢 表示的意義會是以某種身份這樣的意思 所以主詞通常會是人喔 某個人以某個身份而知名 像是呢 J.K. Rowling is famous as a writer 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Rowling 他是以作家的身份而有名的 兩者不要搞混囉 最後呢 Casey在於大放送另一個旅行實用英文 如果你想要表示 某個東西或是某件事情 是你去這個地方一定要吃的要做的 那像我個人就覺得呢 花蓮一定要去的就是泰魯閣國家公園吧 那我就可以說 Taroko National Park Taroko National Park is a must when you visit 花蓮 Taroko National Park is a must when you visit 花蓮 這邊的must呢 他是作為名詞來使用喔 有不可或缺的東西這樣的意思 OK 說了這麼多 Let's take a small quiz 我該怎麼說 這間餐廳以特別的漢堡文明呢 休息一下大家馬上揭曉 The answer is This restaurant is famous for its special burger 你答對了嗎 你答對了嗎 這間餐廳